来到卓西乡的南安会想到有机有山耕作 以及大夹蟹这一个不破坏 又可以让环境良善循环的产业 这也是在地青农林永宏和他太太一直在做的事情 不过最近几年遭遇疫情地震风灾等气候天灾影响 让整个产业链大受影响 林永宏他希望政府可以重视 他也愿意分享养殖经验 让大夹蟹产业可以延续 卓西乡来到南安就会想到有机有山耕作 以及大闸蟹这个不破坏 又让生态良善循环的产业 这也是在地青农林永宏以及太太一直在做的事情 不过最近几年遇到疫情地震风灾等气候天灾影响 让整个产业链都大大受到影响 做友善农业到养殖业 这个过程真的是蛮辛苦的 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很积极的国家政策的态度 大闸蟹养殖户在全台全盛十鞋有破百户 后来因为2012年重新恢复进口中国大闸蟹 成本竞争不过 养殖户纷纷纷退场 台湾两大蟹这个产业从过去的光卉岁月 将近有百来厂 现在没有几家了 如果说能够复兴他们自己的意念的话 我也呼吁国家的政策里面要多多的帮忙 为在南岸部落山区的蟹场 李永宏特别引用玉山拉呼拉呼西南岸瀑布干净水源 并以绿色生态模式养殖 他表示愿意分享养殖经验 让大闸蟹产业能够掩饰 记者高雄雄卓西湘采访报道